欢迎光临吃的开心和放心 是想过来看一下我们店的新品对吗 这四款就是本周我们店里推出的 四只玩挂高奶 对的可以你自己去做 然后是可以边吃边喝 很适合几个朋友过来聊天 然后可以下下午茶的 你看一下你想要一个什么价位的吧 二百多的三百多的一百多的都有 看你自己的选择嘛 女生的话一边点这个玫瑰花吸收的比较多 二零八的 这个可以吗 咱们这些什么都准备好了 是需要你自己做的 如果你不想的话 我们也是可以帮助你的 好的那我就帮你们制作这一款 嗯请稍等 这些呢就是等会咱们需要用的食材 你可以看到食材的话 都是非常的干净而且卫生的 玫瑰花呢也是用的这种小花包 在它很嫩的时候呢 然后再炸下来把它晾干的 这个冰糖也是用的是那种黄冰糖 这个是咱们的茶叶 红枣还有枸杞 这个是桂圆 等一下咱们可以靠这使用的 这四块小点心呢也包含在内 你们可以先吃的小点心 我这边马上为你制作 这个就是咱们一次性的工具 这边呢是可以靠一些食物的 这边是用了咱们煮奶的 两包小木炭 我们先用一包就可以了 先把小木炭点燃 然后点酒精 第一步先炒茶 炒出姜黄色 我们可以加一点水 炒开之后 一次加入了包 全部加入进去之后呢 包住一会儿 然后再加入干水 趁着筑茶的酒时间 我们搞定桂圆 它有花生吧 煮几分钟之后 加入牛奶 这会从前时间 就可以吃点干锅了 奶皮熬出来 差不多就可以散热了 咱们这个玫瑰鲜花烤奶的上面 也是可以看到有一层奶皮的 把它搅拌开 再拿一个这种过滤架叶的架头 再帮你把几个里面呢 加入几片照片 小姐姐 现在这一杯玫瑰鲜花烤奶呢 水晶做好了 上面的话 我们放点枣叶 还有玫瑰花 喝起来的话 弄味会更重的 但是不会腻 你放心 这次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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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